我们在世纪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代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午晚安安 为身处任意时段的你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世纪末的酒 我是班 我是易学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是非常愉快的 是一个国中女生都会很喜欢的题目 我觉得不止国中女生啦 现在应该都还是很多人很爱做啊 真的吗 原来这是一个可能不分年龄层都有机会喜欢的题目 好啦那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我们直接公布今天的题目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心理测验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前阵子的聊天就聊到说 我们有一阵子好了 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做过一个心理测验 然后当时觉得我超酷的 而且感觉好像很准 或者就是一个很娱乐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想说嗯我们应该可以花一集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理测验 还有其他我们上网找一些可能自己觉得蛮有趣的或最近很红的心理测验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我们等一下会讲题目也会公布答案 所以大家也可以可能在脑中记着或是拿纸笔记录一下你的答案 来一起测测看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测验 那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真的啦 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心理测验这种东西啊 就是它莫名的就出现在生活中 你不觉得吗医学 对啊为什么 对就是很迷耶 感觉很小的时候就有做过那一似的东西耶 就对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 那个时候远古时期网路也没那么发达 也不会每天上电脑去查心理测验 但莫名的同学之间就是就是偶尔就会出现说 诶我们问你一个心理测验我最近看到一个什么 我觉得超神秘的就是一个都市传说 就是大家动不动的就会接触到这个东西 老实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奶茶上面的笑话 换成心理测验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开心 感觉比较酷的东西 可是可是要那要篇幅很多 我有点辛苦 不用了他就是选那种简单的啊 比如说四个颜色选一个测你的性格 然后他性格只给两个字的答案就很烂 但是但就是我觉得小学生还是会很喜欢 就早上买奶茶 诶诶诶诶诶你看一下你是什么 对然后就可以去学校就有话题 觉得超有趣的 真的推荐做那个那个叫什么 蜂魔的那个厂商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再印奇怪的盗版卡通图片了 可以印一下心理测验 而且搞不好你还可以出一系列 就是小朋友可能会为了要挤那个 一系列的那个蜂魔 对不对感觉有机会吧 就是把所有题目都要集齐 这样得力的是早餐店吧 就但是早餐店也会继续跟这家蜂魔店 敬这个蜂魔互利 对大家都可以一起让这个产业更加的茁壮 如果我们听众有做这行 这个建议给你免费不用钱的 建议把心理测验印上去 相信你的业绩特别好 可以在那个蜂魔上面写上我们节目的名字 OK的 小老师可以偷偷放一下QR QR Code吗 帮我们推广一下 消失 不过说真的我觉得 心理测验这件事情啊 就是我个人其实 90%都没有很相信 就是觉得就是个干话 就但是另外10%是基于很多的 心理学专业所做出来的那些心理测验 就是它的题目会非常冗长 那种的其实它的确可以藉由深度的谈话 或者是问题 然后去解析你现在存在的问题 或者你个人的人格性格 那种心理测验我是愿意相信个八成的 但90%就大家只是做有趣的 对我来讲 可是 说真的心理测验就是 小学的时候玩有趣 但是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 打开话题的方法 就其实你们都没有很熟的时候 然后就是不知道聊什么 就除了问一下 你家家里怎么样 你家有没有养猫狗之类的 这种很small talk的问题之外 基本寒暄 对对对 基本寒暄之外 你也可以聊一聊心理测验或是星座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个人本身不是很相信 但是对于普世价值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所以我个人并不讨厌这样的话题 还蛮想使用的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还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 当时他有一个 暧昧还没有交往的对象 但是他就很不会答话 他就是在line上面 就完全不知道跟对方谈什么话题 我就跟他说 你就直接google心理测验网站 然后时不时的贴一些 你觉得他会感兴趣的 然后他就会回答你答案 你们就可以对话 而且这个目的的重点 并不单单在于说 你们可以对话 可以互动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重点是 你要看他的选项 比如说你这样的问题是说 以下四个礼物 你最喜欢哪一种 那你就会知道他喜欢哪个礼物了 就是他这算结果也不重要 好方便哦 天哪 对吧 没有想到对不对 我都觉得 我们要把自己改成那个撩妹 如何 如何就是推进你们的暧昧期 快速步入下一个阶段 对吧 我那时候觉得这算很好用 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 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心理测验 只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那四个 他通常都会有四五个答案嘛 那几个答案就你可以知道 他的喜好啊 就了解别人的喜好 这层面来讲 我觉得他做的话题超级方便的 或是比如说你就问一个说 以下四个国家 如果你去一个国家旅行 选择之后代表说 你个人是什么性格 那你就会知道他喜欢哪个国家 你们就会有新的话题啦 接下来也不用 就解决心理测验啦 那个国家最近有什么什么东西 听说很新啊 怎样怎样的 对 比如说他选了 可能选了英国 我就可以跟他讲 我去过英国耶 那他一定会对你很有兴趣好不好 就变成他要主动来问你问题了 还玩什么心理测验啊 对不对 大家要学起来 真的是 各位要懂 心理测验就是一门 心理工房站 他就是个武器 但是如果人家不愿意回答你 或是他就是已读你的问题 他也没有回答 你就不要再缠着人家了 对 那个就不叫暧昧期啦 这国家字网话就不叫暧昧期 就是你只是很烦人而已 就是骚扰而已 对 只是你单方面骚扰他 我刚刚说的是暧昧期啊 你们开始有点尴尬 不知道有什么新话题的时候 可以做这一步 就有机会 就是试探到对方的内心 大家可以学起来这个小payball 但如果对方很冷淡的话 他不是在欲行故纵啦 他真的99%就是不喜欢你啦 可能1%有可能 有可能是欲行故纵 但真的很少啦 大家可能要 是食物者为俊杰 就是要适当的退出 后退 这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 也非常的就是 寻寻善诱 希望大家不要走错路的一个节目 该回家就要回家 对 就是一定会有更适合你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扪心自问 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的性格总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就是 如果真的机运不对的话 就放弃吧 好 突然变得这么的 劝导人 好宗教节目 突然变全师 对 好啦 我觉得我们蛮宗教性的 整天在那边神农事 笑死 神农事心理测验 请问你喜欢吃以下哪种草 可恶 这个测验我想做 可不可以有人做一个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笑死 选择吃寒枢草泥 代表你真的有病 而且真的饿了 并不是说你害羞 那真的不要吃 那已经不是测验了好吗 冷静一点 只是 只是想呛人 如果是我写了心理测验 我一定所有答案都在呛人 开什么玩笑 笑死 选择吃向日葵了你 你还在做什么心理测验呢 我觉得你需要看医生哦 我就过分了 不要偷偷的呛人 没有 我是明目张胆的呛人 但是好 我们还是推荐大家 心理测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话题的开场版 那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就是垃圾话之后呢 我还是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刚刚不是提到说 大概有百分之十的心理测验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 就是属于心理学的那一块 那大家可能在大学 或者是可能小学稿包就有了耶 就是有一些现象测验 你有做过吗 我记得有 我记得题目都很长很激烈 哦 对 如果是那种认真的测验 通常就会很很长 甚至有的问句会有点文言文 或者是外文翻译 或者是会看不懂问句 我记得 就是我会看着想说 等一下这到底是我的中文问题 还是它的题目问题 然后就开始陷入一个 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答案 然后我就开始对结果有点怀疑 是因为我有些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看了什么 好神秘哦 但的确就是会有蛮多 在学期间就会有这样的测验 那我个人印象很深的是 好像是小学的老师吧 他有一次 他其实也不是心理专业 或者佛道老师 他就是提到说 他大学的时候 做过一个叫做九行人格测验 他觉得很推荐给大家 九行人格 是什么混乱中立 混乱邪恶那个吗 呃不是那个网络改图 不是 他是就是叫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搜寻一下 他就叫九行人格学 那他其实测验 他题目超级多的 我觉得八十几题还是几题 就是那种超级的 对 但他测出来就是会 把你分类到你比较倾向于哪一行 那这一行的人 他们的性格 可能会比较适合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或是什么样的 呃 往什么样的专业去走 就是这样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 这个是很久以前测的 而且 我就是国小的时候测 我不想要算那个年 年份 有点可怕 但就是测的时候 我就印象很深 就是测完之后就 啊 稍微可以理解 我记得我那时候测出来 好像主要的人格 就是占分最高的 就他好像会测出来 会有占分前三高 就是你比较 比较倾向于那边的 我最高的好像是第三行 他叫做 成就追求者 成就至上者 然后他的特色就是 他是实践型 实干型的 然后我看完之后就 哦是哦 嗯 很准啊 然后放下来 好 你讲的这个 我好像有错过 我觉得你应该是第四行之类的 艺术浪漫型吧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测出来 他好像有 就是两个型 就是那种对角的两个型 是很相对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是两边一半一半的那一种 我不知道我提搬什么事情 就是 好生命哦 可能最高分的就是两个 看起来就是很相对 就很像很感性跟很理性的那种 名就是很相对词 可是我也在占一半一半 那你还记得你测出来是什么吗 我不是 就是我知道有一个是那种 浪漫或什么艺术型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实事求是之类 我就陷入一个 我到底是三小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再去测 搞不好当时的你正处于一个矛盾阶段 也有可能 现在测搞不好你的想法会不一样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对某些事情 我就是这样子 可是对另外一些事情 又是另一个样子 变成说这两个比例起来 会发现他们好像差不多 就是完全就是我感觉 我很像两个人 凑在一起的感觉 也有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是 你有可能做到题目数比较少的 因为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 它会有多题 就是一百多题的那个选择 就那个选择它会更细 你就比较不会是一半一半 就 有可能 可以考虑再去做做看 所以它是第一个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做做看的 就是九行人格测试 可以做一个了解 那不过这个算是 应该现在还是很多人做啦 只是 它被心理学界称为为科学 包括也是蛮有趣的 而且相对于一些我刚刚说拿来 拿来培养感情的心理测验 来讲 它的准确性要再高一点 那另外一个呢 是 长年以来一直都很多人会使用的心理测验 叫做MBTI 那它的中国名字很长 叫做麦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 就其实没有人在讲它的全名 对 没有人在讲它的全名 它是一个人名 所以大家讲MBTI 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分类 那它是很知名的 就是荣格的一个心理类型的 就是荣格这个心理学家 它是非常知名的 它是以它的一个理论所做出来的一个心理测验 那它的题目也是啊 非常多 非常冗长 就是这一种你想要了解自己的 真正的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了解的话 它的题目都会非常长 这无法避免 那 这个测验我个人近期都还有再做一次 就是每个阶段你的思想可能会有转变 或是你的就是想法看法不同的时候 你测出来的结果都是有可能不同的 就是它并不是真的代表说 你这辈子的人格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 它代表就是你当下的思考模式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不用非常的 可能很失望 比如说你希望自己是A类型 就测出来是B 其实也不用很失望 因为搞不好再过一年之后 你的想法就跟接近比 对 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个很推荐的是就是 我个人测出来之后 就是我转变过一次还两次 就是我大概可能五年前做一次测出来是INTP 然后 这两年测出来是INTJ 然后我自己就有去看他们两个人的差别 我觉得可以理解 就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我自己的思考方式的转变 不过刚刚讲的就是这种缩写 可能大家有点难以理解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说我多年前测的是INTP 那INTP它这个类型是属于 它的解释是说是安静有思想善于解析的个体 然后他们喜欢独处 他们喜欢 那听我讲完 反正基本上它就是学者型的啦 就是他们会挑战权威 然后喜欢逻辑性的思考之类的 就是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近期测出来的呢 它是跟刚刚一样 因为他们前面三个不是一样嘛 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相近 只是最后一个差在于J是 J是判断 然后P是感知 就是P的地方是对外界比较保持开放 就是会愿意为了外界的变化而改变 那如果是 等一下我刚刚讲 P是感知 是刚刚讲比较开放 然后J是比较结构化的 就是会比较紧然有序的组织 就是它不会完全的开放去 进行接触或什么 它会有一个更 有规则的一个规律 去进行你的生活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组织 在这个规律当中前进 就是我感觉到 我近期的确是比较接近这样 而且它就会也解析说 每一型的人格 它的优点跟缺点 它就比如说 我现在的测出来的人格是I&TJ 它就比较是属于完美主义 然后它会对权威比较漠视 就是没有真的很care 而权威这件事情 这是符合我现在的情况的 那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它在人际关系上 它在情感上是很大的弱点 因为它没有办法理解人情事故 它也没有办法欣然的接受 因为它很注重逻辑跟正确这件事情 就是实事求是的感觉 对对对 它就觉得你现在浪费这个感情 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在丧失你的机会 然后我看到这个弱点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为我很多时候 我都不能理解其他人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正确答案就在那边 你不能选嘛 但是的确就是 会忽略很多感性的成分 因为这类型的人 他相对的感性成分 也就不是那么多 他就是非常的实证主义 逻辑性 然后注重创造 不注重感觉 我就 对啦 感觉不重要 对对对 感觉就是我的感觉不重要 其他的感觉我也感觉不到 大概是这个概念 就嗯 看完之后就是 可以稍微的了解自己目前的 可能盲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就是看完这个测验结果之后 你除了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说 呃 第一个感想是 哦 我觉得很准啊 就是这种心情也不错 那再来就是 哦 所以我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艺学 最近也可以考虑再去测测看 我觉得是真的超有趣的 因为他就是会写说 就是 这 你是什么类型啊 比如说你对自己的才华 有强烈的自信啊 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 会有什么 问题需要面对啊 还有 哦 他甚至还会介绍得多 你符合 或是适合的伴侣是什么的 我觉得 嗯 觉得 蛮有趣的 我虽然 我在想 我觉得我以前一定测过 嗯 但我觉得我 他是不是题目很多 嗯 他题目只要是这种 跟心理学牵扯上的 都会超多的 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 我很常就是 做到一半都不行 题目太多了 好累 我不要做了 我就会把它关掉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我应该 这就是可能 这几年有试着要做过 但是因为真的题目太多 我做到后面就觉得 哦 好烦哦 然后我就把它关掉 或是可能 我刚好是在一个 空闲时间做 可是我发现 我的空闲时间做不完 我就会来 我就会忘记要回去做 报效 坚持一下 对 好 不过医学的例子 也给我们的听众一个 嗯 算是心理准备吧 觉得他们题目 真的都很长哦 真的很长哦 对 他们通常都是 80题起跳 上百题不意外哦 很累 但是没办法 嗯 我前阵子写了一个 应该他也是 类似心理测验的 然后他是日文的 我真的是看到会疯掉 你知道我 就是他一页 大概有个 15 20题 然后大概有七八页吧 其实我真的写到后面 我真的是 我写到中间 我来问我朋友说 他是不是题目很多 他说你大概写几页 我说我大概写怎样 他说好 你大概还有一半 你要加油 我就 好 然后就去看看 你有测完吗 我有测完 但是你不记得 那是什么测验 呃 他是一个 有点像是测你每个 呃 我可能要去翻一下 因为你知道是日文 所以我看过去之后 我有点就是 就忘记了 我没有记得这么 这么深刻 嗨 对 不过真的很多心理测验 都很长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好累哦 整个超累的 好吧 那我们分享完 就是我推荐的一些 心理测验 呃 撩美 没有不是撩美 推荐一些不错的心理测验 像刚刚介绍了 九行人格跟MBTI 大家可以考虑去测试一下 但是啊 这些很心类的测验 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放心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心理测验 都是比较有趣啊 比较有画面性的 比较有故事性的 大家不会很累 也比较快的 对 也比较 呃 我思考了一下 嗯 我们第一个问题 可能有点多 但是 但是后面的一个还好 相对的比较快 对相对比较快 好 那我们要分享 第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心理测验是 呃 他其实没有名字耶 我们都叫他遇到动物的 那个心理测验 对 遇到动物的那个 他没有名字 然后这个心理测验 我印象很深 是某一天 我好像是跟大学的时候 然后是跟学校的一个 要去参加 呃 去某一个企业参加他们的 算是 要怎么形容啊 就是去了解那个企业 在做什么工作 然后他是在101的 很高的楼层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我们在一楼等 教授来的时候 就有个同学跟我说 诶我们来做心理测验吧 而且他是平常那种 完全不做这种东西 他就是说 说什么星座啊 那种垃圾东西的那种人 就是不是我说的 都是他说的 我没有在攻击星座 哈哈 马上撇清 他就是完全不相信 这一切的人 但他就说 他有一次 被问到这个心理测验 他觉得超准 他就要来问我 所以 我们接下来 就跟着我 还有一学 一起的来做这个心理测验吧 好 那我来做这个心理测验 要来讲故事了 那一学你也要 也要一边回答 因为我们一学已经 有点久以前测的 是不是已经忘记答案 我已经忘光了 非常天真的说 我已经忘光了 所以没关系 这是一个重新来过的好机会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学就会好好地回答 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的听众们 也可以一边的 记下你的答案 那最后我们就会公布说 每一个答案代表的是什么 好 那我要记下来吗 你 我相信你的大脑 可以马上记下来的 你可以记住 刚刚回答的答案的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 丛林或是树林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个自然的地方 然后你要走进去 你要走进去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只动物 就是刚走进去 你觉得遇到的是什么动物呢 丛林的话 蛇吧 你可以不用纠结于丛林了 蛇吗 因为就要有一个印象嘛 我觉得是蛇 好好好 你觉得是蛇 那你觉得这是蛇 就是你可以描述一下 它给你的感觉 或者是外观之类的吗 呃 它就是很大一条 然后 很大 好 蟒蛇吗 就是会缠在树上那种 很像挂 很像藤蔓这样垂下来 然后缠在树上的 哦 那长相呢 长相哦 就是 眼睛很 锐利 眼睛很锐利 然后看起来有点凶 有点凶 那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应该就是 在那边看着我吧 它就在那边看着你 怕 怕 那你觉得它给你的 第一印象 或者是它的性格 是怎么样的呢 感觉应该是 蛮会观察事情的吧 就是会认真看 就是不会轻举妄动 嗯 不会轻举妄动 在那边伺机而动的感觉吗 对 哦 好 那你还有其他要描述 其他描述 真的好像蛇的 形容词 或者是感受嘛 你的画面中 因为 嗯 因为我觉得我会马上发现它的话 它颜色应该不是 这么符合 就是绿色 或是什么 会是相对在绿色 或是咖啡色中 比较明显看得到的颜色 嗯 就是比较鲜艳的 对 好 会一眼就注意到它 嗯 好 会一眼就注意到它 眼神很锐利 感觉有点凶怕 对 怕 但是它很会观察事情 这是你发现的地方 没错 那我们的听众也要记得 就是 我刚刚问的问题 你们要从今天的反思 就是你遇到什么动物 它给你的感觉 要越具体描述越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前进了 就是我们经过这条蟒蛇 诶 那它有跟过来吗 嗯 我们继续往森林走 它会跟过来吗 我觉得它会 它是会默默就是在上面 然后 但是它会离我一段距离 但是它会默默的跟着我移动 哦 好 那这条蟒蛇就跟着你继续的移动 那你继续移动之后 你发现 诶 你又遇到了下一只动物 那你遇到的动物 这次是什么呢 下一只动物 我想想 嗯 嗯 等一下一瞬间想出来 哈哈 嗯 一瞬间的话会觉得 你脑中没有画面吗 嗯 是老虎 就是那种大型猫科动物 大型猫科动物 豹或什么老虎 那种大型 大型的 那又是豹还是老虎呢 嗯 我脑袋里面想到的第一个词是老虎啦 那就老虎好了 好 那那只老虎在做什么呢 睡觉吧 它在睡觉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就是 它给你的感觉 长相之类 就跟蛇一样形容一下吗 哦 就是 嗯 它在睡觉感觉比较没有 没有戒心吗 没有戒心 就是睡得很爽 所以感觉是一个没有戒心 睡得很爽的老虎 对 就是躺在那边睡得很爽 就是你感受到 它很快乐 哦 它很快乐 那它有注意到你吗 没有啊 它在睡觉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走近一点会注意到 就是会听得到旁边风吹草动 哦 那你觉得它会很凶吗 还是什么 还是就是你对它印象只有 它很快乐 它在睡觉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吃饱 然后在那边 睡得很舒服 休息 听起来过得蛮幸福的啊 这只老虎 很好啊 好 那这只老虎就 我们就看到这只老虎吃饱在那边睡觉 那我们就要继续深入森林咯 你还有遇到这老虎有其他事情吗 没有咯 它很好 它很好 好 那我们继续前进 老虎有跟过来吗 老虎有跟过来 它 它继续睡吗 它应该继续睡吧 它继续睡 好 那我们就继续独自前进了 那蛇还在吗 虽然这个问题不重要 我只是想知道 它在你脑中还在吗 我刚才你还没讲说 独自前进的时候 我想说那蛇咧 所以应该是还在吧 应该还在 好 那你就跟蛇一起走吧 那你跟蛇一起走呢 深入森林 深入深入之后发现 诶 你遇到了一个障碍物 就是你没办法前进了 你觉得你遇到的是什么东西 挡住你的路 没办法前进的话 感觉会是一个有深度的河吧 有深度的河 对 所以它非常的大吗 因为我不太会游泳 就是有深度会变成说 如果只有我会过不去 只有你会过不去 对 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往前走诶 你要想办法过去 你要怎么办呢 嗯 那我可能会跟 就是刚刚跟着我一起的那条蛇 打个就是商量 就是它可不可以 就从上面的 可不可以从上面的树 就是因为它很大只嘛 所以它就是 假设它大只倒是可以 让我就是可能 有点像是 攀着它甩过去 然后看那种 泰山嘛 还蛮有画面感的 我觉得不错 就是反正它会帮我过去 然后它会自己在沿着上面 连在一起的树梢 然后过来这样子 哦 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爬树 但是我可能可以 借由它的力量过去 哦 听起来还不错诶 好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 很深的河 然后你就借由这一个 一开始遇到的这个蛇的帮助之下 你们就一起渡过这条河是吧 嗯 好 那我们现在走了很长远的路嘛 我们遇到了蛇 遇到了老虎 遇到了很长的河 那我们现在终于要走到这个森林的尽头 要走出去了 你觉得你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嗯 就走到的尽头 也不一定出去了啊 就是走到 你觉得知道是终点的地方 我觉得是海边 你觉得是海边 那这个海边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 现在的感觉 跟这个海边的样子吗 就是一望无际 但是有点蓝天白云 夏威夷的海洋 这个漂亮的地方 如此 如此详细的夏威夷的海洋 虽然没有去过夏威夷 好 你到了太平洋正中间了 那这个海边有什么东西吗 海边有什么东西 地上应该会有蛮多漂亮贝壳 漂亮的贝壳 那你会想在这边做什么吗 诶 这是个好问题 嗯 你说就单就在这个海边吗 还是有什么 对 就是在这个海边 因为它已经是我们的终点了 哦 海边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先适当的休息 然后如果可以就是 怎么讲 嗯 出航的话 会想要去海上看看 那种感觉 所以你会想要继续的前进 对 因为 蛇呢 感觉不会是 哦蛇 蛇看他要不来 看他心情 尊重他的意愿 尊重他的意愿 我不会逼他来 因为在海上感觉他会晕 我可能会晕 他会陪你走到这个海边 对 嗯 还不错 还会想要继续的前进 嗯 那你要继续的形容这个海吗 还是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嗯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 因为我觉得夏威夷很具体 很具体 哈哈 好 很具体 很具体 虽然我没有去过夏威夷 不错不错 好 那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就是你也有好好的记住 跟着我们一起来这一趟你的脑中漫游 思考中你遇到了什么 见到了什么 那每个人的想法当然会不一样嘛 我们就来解读 要来解答说这个心理测验的 刚刚所过的每一个环节代表的含义 音学你还 就是你以前不是跟我做过这个测验吗 你还有任何的印象 就是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吗 其实我不记得 但是我知道我最后一个选项好像都是海 所以你连答案什么都不知道 是吗 就是我已经忘了 我实际好像是代表什么 每个时期的自己吗 还是怎样 还是缺乏的东西 还是什么的 类似那种东西的感觉 但是我不记得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最后一个答案都是海 我觉得你忘记之前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干扰到你做答案的选择 但是我只记得我自己选海啦 就其他东西不是太的印象 也不错啊 你还记得最后选了海 对 没关系就是我们重新测之后呢 我就来解答一下 刚刚每一个环节代表了什么 我们最开始的问题是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动物嘛 那这个测验的第一个动物 代表的是你自己本身 就是你的性格 你给人的感觉的整个感觉 那所以刚刚要很详尽的描述 就是包含了外观个性 他是不是会跟你走 还有他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 我刚刚听下来 我觉得最关键听到一点是 你觉得这个蛇是很有洞察力 就他一直在观察什么 在四季的洞 但是他又不会贸然行动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 比较有详尽的描述到 可能跟你性格比较相似的地方 我刚想说很大 很大 这个部分我们就个人解读了 他很有存在感 所以好 你遇到了第一个蛇 然后你说这个蛇跟着你呢 其实这个蛇跟着你 这件事情他本身在 我听到这事情 所以他没有特别解答啦 只是我会很好奇 因为我每次问这个问题 问别人 他们的第一个动物 都不一定是会跟着自己的 而且你的动物跟着你 后面帮你解决的问题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后面会解答 等一下 让我插话一下 我记得我之前上次测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过去的 就是也是有前面的动物 有帮我还是干嘛 我记得好像有 我记得有 就是你都会有 对你的动物是有跟着你的 好 不过之前好像不是蛇吧 我记得应该是可爱一点的 还是是什么 可是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太记得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有可爱的蛇 还是什么 或是老虎之类 因为丛林大家都会先想到老虎 对 就像刚刚的我 没关系 反正我们今天获得了一条 很懂的茶言观色的蛇 而且它跟着我们继续前进了 你得到了自我 好 那第二个动物 第二个动物呢 是你的 就是理想伴侣 就是你会遇到的伴侣 就是我当时听到的解答是这个 所以你的伴侣就是一个 很幸福的睡在那边的老虎 不过有一点哀伤的是 从后到尾他都没有发现你 因为他都在睡觉 就是比较哀伤一点点的部分 但是嗯 他自己过得很幸福 还在那边睡着 但还好啦 就是反正我本来就 暂时是没有 就是以我现在个人来说 暂时是没有就是 另一半的需求嘛 这样讲 然后我也没有 目前也没有结婚的预定 所以我是觉得OK啦 这件事OK啦 好 反正第二个动物呢 就是伴侣 就是测你的伴侣的形象 所以大家可以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记得 我以前测的时候 是我的伴侣会帮助我 哦 所以帮助也不是第一个吗 好像不是第一个 好像是第二个 哦 那这次改变了 也是蛮有趣的 我不需要伴侣 哈哈哈哈 你已经能够成长 茁壮成为巨大的蛇 可以帮助自己了 可以帮助自己了 欢迎加入史莱泽林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经过 你在那边睡觉的老虎伴侣之后呢 我们就第三个遇到的是 呃 阻碍你前进的这一个问题嘛 那你遇到的是很深的河 那这个问题所代表的是 你这辈子会遇到最大的难关的形态 所以我们刚刚形容一下这个河 它可能很深 而且是你很不擅长的 因为你很不擅长游泳嘛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这个问题会是 很难 而且非常不擅长的领域 所遇到的 但是解决方法呢 你刚刚解决方法 我觉得也是蛮蛮不错的 很棒 因为你的解决方法是 你最终还是靠自己过去了 因为最开始那个蛇 不是代表是你自己嘛 所以我刚刚就问说 你是靠什么过的时候 你说靠那个蛇 我就哦 不错啊 所以你之后是靠自己的能力过去的 就是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力量 你之后会跟着你自己一起去 去到 就是困难的另外一边 这个答案的解 就是解决方法还蛮好的 因为我问过很多人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因为我问过很多人解决方法 都蛮悲惨的 但这个还蛮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靠的是 我记得我的上一次是 这个地方是我的伴侣会帮我 就是第二只会帮我 嗯 那你现在更强了 你靠自己就可以了 对 我不需要伴侣 伴侣是什么去睡觉吧 你就在那边睡 自己幸福在那边睡吧 因为我自己就可以远度重养了 我觉得很棒 好 那我们现在跨过了你所遇到的困难 这个很深的河流之后呢 到了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就是说 我们走到的尽头 就是你可能会走出去 或者还在丛林 没关系 反正我们知道 这是你最终的目的地 你遇到了什么 那这个地方代表的 我记得当时测的结果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 你人生最后会到达的地方 那你最后的 夏威夷 这个地方是 夏威夷 很棒啊 如果他最后可以坐 夏威夷很棒啊 绝对 嗯 而且就是你形容 它这个漂亮的海滩嘛 你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这也很符合这个定义 就是你最后想要 最后可能最后人生一段 想要休息一下 但是你又想要 如果想要的话 你又可以远渡重洋再出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解释 就是你最后人生 可能有点累了 可能年纪大了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了 你可以在夏威夷 安享晚年的同时 你又可以想要 就可以出去 我觉得这是个 很棒的结局 而且我觉得 海边不是有很多 漂亮贝壳吗 嗯 感觉有一种 就是现在听你这样讲 感觉很像就是 可能那些漂亮贝壳 什么是我过去的回忆之类的 哦 也有可能 或者是就是你这辈子 收集了很多的东西 之类的 对吧 感觉很棒啊 就这个结局非常的棒 我觉得就是 我真的听过很多 很糟的结局 就就是很多人 撤出来之后 我就笑他们 就觉得 嗯 还蛮不错的 你就这次撤出来 你感觉准 或者是有趣吗 我觉得就是 从帮助我的 从第二支 变第一支 这件事情 我觉得 就现在的我来说 算是 觉得自己有成长的部分吧 这样讲好了 哦 虽然说 还是会遇到很多事情 就是需要 就是别人的 可能一些建议 或是 听我讲完之后 会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自己 下定决心 或是自己决定 要做什么的 那个速度变快 就优弱寡断的时间 变少了 嗯 就是近几年的 成长了你 对 转变的 真的要讲话 就是转变吧 虽然说 赵先生还是 嗯 还是里里拉拉 但是 最起码感觉好像有 有好一点的感觉 但是你成长为厉害的蛇了 对 很大 一起来试在这里 疯狂的招生 哈哈哈哈 哎呀我真的现在 好想要补充 就是那个 就是 昨天测的那个护法 什么护法 哦好啦 可以让你插播一下 昨天一学又重新测 他的哈利波特护法 对 然后就我从 我从就是 那个 还没听哈利波特那几个 已经上线了 要记得去听哦 哈哈哈哈 对就是 我在 现在在哈利波特 那边讲的是 宋施犬嘛 就是比较相对的大型狗 但是我昨天测出来的是 小型狗呢 嗯 从大狗变小狗了呢 赞哦 其实是那种 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狗 但是 真的很小只 就长得像月克夏啦 啊 但是 毛比较短 对就是 可爱的感觉 无攻击性的小狗 对 哎 护法放出这种小狗 真的是 哈哈哈哈 不知道怎么赢 可是打得赢吗 打得赢吗 可是 可是我去看他的列表 就是还有人测出来是麻雀 我想说 那打得赢吗 真的打得赢吗 我的可是巨大的三头蛇 你要跟我打吗 哈哈哈哈 真的要吗 哈哈 是什么感觉 没有 我觉得麻雀可以去 瞄准你三头蛇的眼睛去戳 可能还行 我上次会自己打自己啊 哈哈哈哈 还好你今天测出来 第一个 你没有回答我的小狗 哦对 我在森林的入口 遇到了一只小狗 我会瞬间笑出来 毫不犹豫的笑出来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点是森林吧 感觉森林 不会想到 狗 哦对 我觉得这个地点本身 的确就会让人家很限制 对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 第一个问题应该要是说 很多树的地方 你现在到了 不一定 就是比如说 你现在到了一个地 你未知的地方 你觉得是哪里 感觉要多这个问题 有可能 对吧 可是因为多这个问题 你很难去解释说 这个地方 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对啊 但是至少你可以确定 它出现的动物 会更多样性 就是不是因为 丛林而局限 对 但是我测的时候 就是问我的人 是这样问啊 所以我就是继续这样问 哦 不过 我们听完 艺学的分享之后 觉得 它有一个 happy ending的好故事 听不错的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测的结果 还有我听到一些 有趣测验的结果 就最开始 问我这个测验的人 他就说他很准 虽然他是一个 不相信心理测验的人 然后他问我的理由 是因为他说 他觉得我的个性 跟他感觉 可能挺相近的 或许测出来的结果 会跟他很像 就是不相信 心理测验的人 对对 基本上 多数不相信这样 然后他测出来的时候 就是其他部分 我印象没有很深 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前两只动物 他第一只进去 遇到的是黑豹 然后遇到之后 这只黑豹 就是一直跟着他一起走 然后就是当他 问到第二个问题说 那你第二只动物 遇到什么时候呢 他就回答说 我不需要第二只动物啊 我这辈子只需要一只黑豹 然后 他就没有遇到第二只动物了 他就直接的 跟那只黑豹 继续的走下去 天哪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我测出来 应该会跟他一样 我就说什么都一样 他就说 die alone的部分 我就说没有 只有你自己die alone 只有你自己 会跟你的黑豹die alone 超可怜 他就说 他一定要找到 有跟他一样 die alone的人 我就说没有 你就孤单死吧 那我这样算吗 我这样算可以陪伴他吗 你这样算 可是你有遇到啊 就你不是没有遇到啊 他是完全拒绝 他是遇都不遇到 他是把他们关系 没有需求 但是他是直接不用 而且跟不跟上来 这件事情也不重要啦 就只是一个形象而已 然后他是连那个形象 都没有出现 加油吧 我相信你 你与你连黑豹 会过完幸福的一生 好啦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 哦对 分享一下我的 就是这个测验 其实我没办法测第二次 是因为 我记得太清楚了 对我一直记得 我的测验结果 所以没办法来测 可是我觉得可合理啦 因为毕竟你可以问人 就表示你对他 有一定的记忆 对啦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的测验 我的测验是我一开始进去 就是他是丛林嘛 所以我遇到的也是一只老虎 而且我记得 我那时候讲的老虎的形象 就是我朋友非常满意 说很准 我说的老虎就是 那只老虎就站在门口 就你看到他就知道 他是这个丛林的王 他就是一个向导 就是没有人会比他更强 他就是这个丛林最强的人了 最强的老虎了 然后他就是 就是站在那边看着我 然后好像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继续前进的时候 老虎就在我旁边 因为他就是向导 所以他就是会跟着我一起走 但他就是会有一个适当的距离 就是他就是王 带着路的王这样 然后继续走的时候 遇到第二只动物 然后那时候遇到第二只动物 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你要遇到什么 我就说只能够遇到一只吗 他就说所以你要干嘛 他就说我就说 那我要再一只老虎 然后他就说这样就好了吗 我说那我要继续往前走 再一只老虎 然后我就一直追加老虎 我就追加超多的老虎 我就追加到 他说好了够了 停了你要几只老虎 我就说不能再老虎了吗 他就说最后 最后再让你遇到一只动物 你要遇到什么 那我就 那我也知道 我要一只超漂亮的老虎 我就说 最后一只老虎超美的 而且它是白色的 它就是最美的那只老虎 我朋友就一脸 这个家伙到底干嘛的脸 完全可以理解你朋友的心情 他就说 好所以最后还是老虎吗 我就说 但最后一只不一样 它最美 我就 他就 好 而且我后来知道答案 我都说 嗯我可以理解你刚刚的表情了 嗯好 结果就是我有一对老虎 还有几个伴侣我要疯 对 我有一对伴侣 但最后那个伴侣会是最美的 超过分的 而且我的向导老虎在旁边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就看着我遇到了很多老虎 完全 但是 但是也是蛮有趣的嘛 对不对 直接打破题目的限制 我就知道很多老虎 我就是有很多只 对我就知道很多只 你只有一只黑豹 而且还是你自己 可怜 不过就是第二个伴侣这个解答 就是那时候我朋友的解答是 他说遇到很多老虎 这部分先不提 他说这个部分太跳出了 所以我们先不管他 他说最后面遇到那个老虎 他个人的感觉是觉得说 因为最开始的向导是 就是最开始遇到的动物是老虎 然后伴侣的部分也是老虎 所以他觉得会是一个 跟我个人很相近的人 就不管是外观 或者是性格 或者是理念 他说他会觉得说 因为多数的人回答 前两个动物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他觉得会是一个 不会被与我很相近的人吸引 然后他很漂亮 重点他很漂亮 超过分 但这个叛容不一定是什么啊 就只是我就觉得 他是最漂亮的这样子 但这也蛮符合就是 的确我很着迷于一个人的时候 对我来说他就是最漂亮的 就是我理性上会知道 他没有最漂亮啊 但是 没有没有 他就是最漂亮的 教授美美 但是我 对 教授当然最美的啊 理性上我说他不是最美 但是他当然是最美的啊 就是这个概念 他就是我的白老虎啊 合理 超过分 好啦那继续 继续往前走 不是遇到一个 挡路的路掌的东西吗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回答是我遇到了一个机关屋 就是他非常大 就是我看不到镜头 所以绕不过去 所以我一定必须要进去 破解所有的机关 才可以继续前进 然后呢 解决方法呢 解决方法就是 我没有什么困难的啊 我就过去了 就是 我解得开 我就这样回答 那我朋友就 呃 他这个困难 就是他挡路 说对啊 他挡路了 他挡到我了啊 所以我就解决他了 就 跟我们上次讲 那个心灵鸡汤那一集 就是遇到困难 解决不了困难 就解决那个人啊 差不多 对你来说 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啊 嗯 对啊 如果解决不了谜题 我可以砸烂他 我总会砸烂 总会砸烂的 反正就是 也没有遇到 就是 我好像也不知道 用了什么外力帮忙 反正我会解决他 我就过去了这个机关屋 而且搞不好还蛮享受 因为机关屋感觉很有趣 对真的 对 感觉我会在里面混很久 就是 欸你不觉得机关超帅的吗 然后在那边待两天这样 嗯 感觉我会做这种事情 如果有手机 我还不从他来讲 你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可能真的是 被第一题的丛林 就怎么讲 限制了吗 限制太深 所以我才会讲 就是和之类的 就是我会 下意识的觉得说 我要讲出一个 丛林里面会有的东西 对啊 我就觉得 最开始要多一个问题啊 就觉得大家就很限制在这边 对 就多数人真的很限制 如果今天没有限制在这边 你现在会想到什么 欸我不知道 我刚刚春天想到 是不是一个很高 就是一个很深的洞 我在思考 我要不要跳下去 可是我怕高 结果还是一样 很怕 结果 等一下 它有共同点啊 就是它都要很深 就是对啊 因为下意识就是我怕 所以就是要很深 而且这一次 我觉得比过河要恐怖 如果你当蛇掉下去 就直接掰了 可是河还有点机会 我个人推荐河比较好 我也觉得 还是河好 而且河搞不好 有鱼还可以吃 希望不是鱼吃你 我们就不好说 我们要相信那条河 跟相信你的蛇 我突然想到了 我上一次的答案 好像是一个墙壁 就是没有头位 就是我好像是 挖洞过去的 就是还是靠我第二只 就是帮我弄了一个洞 再让我过去 哦也是有可能 慢慢的找回回忆 对 但是我不记得动物是什么 好笑 好啦那我们 我们居前进啊 到最后一个问题 我最后一个答案是 就是走出丛林之后 我到的地方是近郊 就是大城市的近郊 就是交通很发达 然后有高速公路什么 但是又有美景的地方 然后我就停在这边 那那边有什么呢 我又说 哦没有什么啊 就是我会继续走 但就是我出去之后 就见到了近郊 然后我会继续的往前进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朋友他就很羡慕这个答案 他说因为他很理想的 退休生活就是这样 我就说干我屁事哦 然后我刚不是说 他就是要带了 网只有那只黑豹吗 他都说他的最后超可怜的 他最后好像是在一个 荒郊野外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 就是蒙阿波之类的地方 他说 好可怜哦 他的情局就是这样 我觉得天哪 我都要同情你了 我觉得你朋友会很羡慕我的答案 哦应该会很羡慕 对 但是他好像比较喜欢都市 哦 夏威夷也不错 我很具体 夏威夷 可以啦 不管什么答案 我相信都比他那个答案要好 对 对 对啊 真的很惨耶 就是 我那么多老虎分你一只啦 真是的 不过测这个测点 我还有一个就是 朋友测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部分 想要分享 就是 他其他测地方不记得 我记得他伴侣那个部分 还有 遇到困难的部分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他的伴侣遇到的是一只 好像是很肥很丑的犀牛 然后我就 我听到之后我就 等一下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遇到第二只动物 重新想一次你会遇到什么 然后他就说 哦我第一眼 第一印象就是很肥很丑的犀牛 就说 我 我给过你机会 我就好 然后他说那 那你觉得他在做什么 他的个性是怎么样 他对你有兴趣吗 然后他就说 哦他对我一点都没有兴趣啊 他脾气超差的啦 我就 哦好 你确定 你真的就是下好离手了 你真的 他又肥又丑 脾气又差 救命啊 他好可怜 然后 他就说 嗯 这只犀牛就是又不喜欢他 然后又讨人一眼脾气又差 我就说 嗯好好 那我们结束这一题 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了 我都不忍心问他 不要让他再说下去了 我都不忍心 不忍心问他犀牛 有没有跟上他 你知道吗 我就 我们就向前走 不要想那只犀牛了 没关系 人生不是只有犀牛 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问到说 他的最大的困难那一题 就要回答我说 他遇到一只超级大 超级肥的青蛙 挡住他的路 我就说 青蛙吗 你刚刚遇完很 很不可爱的犀牛之后 这只大青蛙 他说 对啊 青蛙超恶的 我就说 哦好 你讨厌青蛙 你遇到了超大的青蛙 好 那你觉得 你今天要怎么过去呢 然后他就说 不行耶 我过不去耶 就是我也不敢碰他 我也打不赢他 就是他就是挡路 我根本不敢过去 我说不行 你现在一定要过去 就你觉得 如果你到了对面 你是怎么样去到对面 结果他的答案真的是 比犀牛还要惨 他就说 嗯 我现在脑中出现的画面 是我被青蛙吃了 然后唯一能够过去的画面 就是我被他拉出来 我就说真的假的 他就说对 我就 啊 祝福你 你的人生好刻苦哦 好难过哦 超难过 伴侣那一体遇到 遇到不喜欢他 脾气又差了犀牛就算了 最大的困难 还要被吃掉再拉出来 有个可怜的 天哪 然后他的第一个跟最后 啊 我想起来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 他第一个动物是不可爱的长颈鹿 他还特别讲不可爱 他就说 我不喜欢长颈鹿 但是在丛林 我遇到第一个长颈鹿 我就说 丛林为什么有长颈鹿 他就说 不知道啊 但是却有一个长颈鹿 而且他没有很高 当然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回答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很高的男生 我那时候真的很对不起他 我觉得天哪 我做错了什么 每一个问题他都很惨 那他最后呢 最后我不记得 因为我觉得前面已经太可怜了 最后应该没有那么可怜 我觉得最后应该再怎么样惨 也不会再怎么样惨 我觉得再怎么样惨 也不会比吃掉拉出来还惨 而且做完测验解答之后 他是认真的滴落了好一阵子 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吧 就那时候麻烈的吃饭还干嘛 但他就那时候 我不要跟犀牛结婚 我就说 那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我有问过 你要不要重新思考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解答就是 好 如果这个人有一天要结婚 我们一定要在他的婚礼上 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一次 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跟他讲说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结婚就真的就结了 你确定吗 我们最后朋友做到的义务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确定你真的确定了 我们就 接下来只能祝福你啦 你这个矮枪进入 好可怜 超可怜 真的是没有遇过 这么可怜的事情 好啦 这就是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跟朋友玩 在心理测验的时候 测出来的一个 印象很深 没办法忘记 他被拉出来的一个故事 超难过 真的超难过的 好啦 不过我们今天 今天节目 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我以为大概30分钟左右 就会结束这个心理测验 我没有想到可以聊这么久 就是 我们原本还准备了几个心理测验 想说来电场 想说节目不够长的话 就跟大家多玩几个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玩个一两个啦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集再玩 我们可以之后再来玩别的心理测验 也可以也可以 对吧 我们就留着我们的心理测验 再让大家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 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 当然他没有准不准啦 他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进行互动 然后可以嘲笑他 搞不好他第一个动物会说是什么 哦 第一个我遇到了就是黏黏的残土鱼啊 他就在地上啪的不会动 你就可以笑他 没有 你就是个黏土鱼 不是你要想一下 下面有什么 我遇到一个快死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天哪 好爱 不要 可是是我第二个动物是什么 快死的狮子之类的 感觉会很强 感觉就是你嫁给一个有钱人 而且很快可以理遗产 超过分的 感觉会像这样 但怎么样都会比脾气很差 又不喜欢你的犀牛 好我觉得 对 对 真的 超惨 惨到爆 犀牛 救命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 遇到最美丽的那一只老虎 或是跟我一样 靠自己坚强的下去 对 靠自己坚强的下去 不过你伴侣那个我觉得也蛮好的啊 就是他感觉很快乐这个部分 对啊 就是不管我跟他之后 有没有在一起 他如果很快乐 如果我也是喜欢这个人 他如果很快乐 那我觉得OK啦 而且我觉得伴侣这个应该是 在一起的意思吧 就是会陪伴你的那个人 我觉得比较像这样 只是啊 有点像他会比较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这种感觉吗 对 但他自己在那边很快乐 我觉得有一个快乐伴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都会很快乐 而且感觉他就是很乐观向上 就是吃饱喝足就好 所以其实蛮不错的啊 嗯 不错不错 而且你现在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多共那条河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 有趣的 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 可以跟朋友一起做这个测验 然后去问他 不过 如果你很担心说 丛林会限制 就是动物的选择 或是场景的选择的话 可以像我刚刚提议的 第一个问题可以问他说 我现在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你觉得这里是哪里 然后再去 延伸 再从这里去延伸下去 对对对 这样感觉动物的丰富性会比较多 因为真的很多人回答老虎 是因为现在是在丛林 就如果不是在丛林的话 很多人答案就都会不一样 不过如果不是在丛林 我的答案还是会老虎 我就喜欢老虎了 我觉得我会变企鹅 你会变企鹅吗 在冰雪人之类的吗 对啊 因为你喜欢企鹅 那如果现在是在北极 但是 北极没有企鹅 如果现在在南极 不是因为我刚才想到第二个 如果要代换的话 会比较像代换成北极熊 所以我刚才想到北极 那如果现在在南极 你第二个动物会想到什么 鲸鱼类的吧 鲸鱼类的 然后他在干嘛 他在快乐的游泳 还是快乐 不错不错 你的伴侣怎么样都会快乐的 对 不错不错 是一个幸福的故事 好啦 你还要分享什么吗 没有 我觉得好好笑 没有 那我们之后就祝福 大家都可以遇到一个 幸福快乐的鲸鱼 或者是一只老虎 对 好啦 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 也拿去跟人家问一问 那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分享到的 MBTI测验跟九行人格测验 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做一下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算告个段落咯 最后还是宣传一下好了 我们的节目有上传到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跟SoundOn 另外在YouTube上面 也会有上传 然后我们的IG跟FB 也已经开通了 还有推特 对还有推特 一学会把它画得可爱的图 像IG的图 就是专门为了IG画的 我觉得超可爱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点个赞 而且那些图都蛮 就算没有听节目 单看图也是一个 很享受很娱乐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希望你没有讲很愚蠢 因为我刚刚是好像图王蛮愚蠢 没有啦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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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没有那么坏呢 笑死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帮我们 追踪一下我们的IG Twitter 还有FB 那YouTube的部分 也希望帮我们订阅一下啦 那就谢谢各位的 按赞 打开小铃铛 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如果可以留言的话 就不会错过新影片的通知哦 大家都这样讲 然后那之后还有一件事情 突然忘记 这个可以分享 就是我们决定开一个 问卷 就是各位如果想要投稿 投稿你们的故事 或是有希望我们讲什么主题的话 都可以天天问卷 问卷的部分 我会放在 放在哪里好了 放在YouTube 跟我们的其他SNS 就是FBIG 都会放上这个问卷的连结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投稿的话 可以在上面看 YouTube会放在那个资讯栏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去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咯 我是班 我是依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